大家好,我是阿光 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茄子烧豆角 这么好吃呢? 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今天有时间 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你在家里面也能吃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准备一小把新鲜的豆角 然后再准备一条长茄子 切成两段 接着加入小半勺的食盐 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因为茄子和豆角都是生长在室外 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 我们要用淡盐水来清洗一下 经过这样清洗之后 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 把茄子和豆角充分地清洗干净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我们千万不能省略 有条件的 也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 这样更方便操作 全部像视频中这样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下刀 首先把茄子的两端切掉一部分 接着切成长段 然后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接下来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小长条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切太小 因为茄子的含水量特别重 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往茄子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白醋 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茄子 稍微的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浸泡十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把豆角也给下刀 首先把头部切掉一部分 然后再切成八到十公分左右的长度 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 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 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均匀的小长段 全部切好以后放 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今天的五花肉我们可以挑选稍微肥一点的 然后把猪皮切下来 因为猪皮的肉质比较硬 我们也不要直接扔了 可以用来做猪皮冻 然后再切成后果均匀的片 五花肉我们稍微的切薄一些 这样方便操作 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青辣椒 把辣椒籽去掉 然后再对板切开 这种青椒没有什么辣味 主要是用来搭配颜色 然后把里面的辣椒籽和辣椒壤也切下来 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粗一点的小条 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 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 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先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成小丁 大蒜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 增加茄子的蒜香味 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个 清洗干净的小米椒 我们把小米椒切成斜刀片 小米椒不仅可以增加辣味 同时还可以搭配颜色 如果吃不了太辣的也可以不用放 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 下面我们来调个碗汁 空碗中加入大半勺的生抽 然后加入小半勺的蚝油提鲜 接着再加入小半勺的食盐调味 然后加入少量的松茸咸 接着加入少量的白糖 最后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 现在的茄子也已经浸泡好了 加入了食盐和白醋 茄子一点都没有氧化变黑 然后我们用力把茄子里面的水分拧干 这样方便入味 全部处理完之后 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 接着往碗中加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 再次下手抓拌均匀 我们稍微地多抓拌一会 使茄子的表面都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 抓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准备一口锅 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180度左右 也就是用筷子放在油锅冒泡泡的时候 我们把茄子放在锅中炸一下 刚下锅不要去动它 大约在十点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筷子翻动一下 把粘连在一起的分开来 炸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把豆角倒在锅里 稍微地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更均匀 我们炸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豆角下锅 大约炸两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炸制的时间太长 吃起来口感不好 炸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倒在漏勺里面 控干油分备用 另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温烧热以后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我们提前把五花肉炒制一下 其实肉不肉倒无所谓 我们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 来炒茄子和豆角 大约翻炒两分钟左右 把五花肉炒至微微发黄 然后下入切好的蒜粒和小米椒 充分地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接下来把茄子豆角倒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 非常感谢 接下来加入切好的青椒丝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倒在锅中 充分地翻炒均匀 茄子豆角已提前炸制过了 所以我们炒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大约翻炒30秒左右 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茄子烧豆角 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鲜香入味 豆角清脆爽口 不管是用来下饭还是下酒 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留言并转发出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地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